走进药局 曾加上保健食品 祭出优惠吸引目光 但多种品牌种类 往往让人无从下手 像是常见维他命C 不同包装就占了整整三排 同样60例 价格却有200多块落差 再看到剂型 不止定计 胶囊 粉剂 还有液态果冻包 究竟该怎么选 要定的就比较容易储存 因为有时候万一出国的话 这样比较方便一点 民众还是会选择 就比较方便的 就是可能像是 定计或胶囊的 我看好多人都这样 高龄化加上疫情 带动健康饮食需求 2021年台湾保健品市场规模 突破1600亿 两年成长19% 考量攜带方便 传统定计和胶囊 消费者选购占比超过七成 但就许多人追求的吸收率来看 这两者并非最优 一般的定计我们吃下去之后 其实它是需要经过蹦散之后 它才可以让我们的肠道吸收 像是胶囊的话 因为它会有个外壳 对那也是要等它溶解之后 它的有效成分才会释放出来 粉剂跟液态的 它的吸收率会比较好 一般来说粉状液剂 因为分子小吸收自然快 但吸收快并不等于效果好 或营养补充得多 加上有限营养素 其实有吸收上限 像是维生素C 一次服用100毫克 吸收率有8到9成 但一次摄取1000毫克 吸收率只剩5成 等于有将近一半被浪费 以这类保健品来说 做成定计或胶囊 在体内缓慢溶解 分段吸收 反而更具效果 四种常见剂型比一比 定计的优势包括好攜带 制造价格低 但体积大 吞咽时容易卡关 又有特殊味道 还有负行剂等添加物 影响吸收率 而胶囊的外壳具保护作用 同时能组绝味道 却可能含有明胶等动物性成分 不适合素食者 粉剂则是吸收快 冲泡后更好食用 但接触空气容易变质 保存不易 而异剂风味多元 即开即饮 但新剂型通常售价偏高 用一味含水保存其较短 举叶黄素为例 开封三周 几乎全部氧化 此外粉剂和异剂 都可能添加铁汇剂导致热量提高 为拓展年轻客群 这几年保健品出现了临时休闲化趋势 像是这家主打果冻型代工厂 抑后订单增加一到两成 但研发人员指出 并不是所有营养素 都适合做成特定剂型 像油类的东西 那它就不适合做成这样的一个剂型 因为油跟这种水的一个保存 跟它的一个做成的样态 其实是不适合的 譬如鱼油因为油状质地 不适合做成抑剂 而益生菌做成胶囊 才不会影响活性 由此可见 冰中雪垢时 要把成分特性列入考量 单一的油效成分 需要比较大量的 譬如这样原蛋白类的 那你可能就是从饮品 活动这种剂型来摄取 那你要吃益生菌的 因为它需要比较干燥的环境 才可以让益生菌有活性 那你可能就是去挑选 胶囊的这样一个剂型 保健品剂型没有绝对优势 充分掌握身体所需 营养素特性以及服用习惯 选择最适剂型并适量摄取 才不会变成盲目补充